最近开始出现拱寒的声浪 我等一下问一下于将军跟这个黄杰 因为黄杰是这个韩国瑜杀手 等一下黄杰可以跟我们评论一下 就是现在的侯宇跟韩国瑜到底有多像 那没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近竟然出现拱寒的声浪 什么意思 这我不是空穴来风 第一个国民党派谁出战 2024叶匡时一句话 网暴动 叶匡时想选总统了 请问你是哪支箭 叶匡时先这样 叶匡时是韩国瑜时代高雄市的副市长 百分之百韩家军 你是一支穿鱼舰千军万马来相见 还是一支穿鱼舰千军万马都不见 你会告诉你是哪支箭 你有箭你才出外选举 然后下面一大堆推这种文章 台湾安全人民有钱非韩不投一大堆 下面暴动一片都在挺韩 第二个讯息 捕获野生失志明 出席韩友会挺韩国瑜选总统 这是什么 这是韩友会的造势活动 在台南 台南竟然有韩友会 我也是很意外 台南市韩友会 挺韩国瑜选中的大会 3月10号在安平区的东东宴会餐厅举行 里面一大堆 你可以看到这个旗子 韩国瑜的旗子 什么一大堆的 里面内容全部都在挺韩国瑜 而且连失志明是以前的台南市市长 都出席了挺韩国瑜 第三件讯息 确定留任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黄吕锦鲁布韩国瑜是关键 什么意思呢 因为黄吕锦鲁最近不是眷情吗 说太累了 我不想参选 不想继续当台北市党部主委 可是原本新闻说 是朱立伦未留黄吕锦鲁 所以黄吕锦鲁继续留下来 当台北市党部主委 没有 这样是韩国瑜未留 黄吕锦鲁说 去年九合一选举后感到很倦怠 就向朱立伦请辞 打完台北市立委补选后 又再度请辞 请辞后 朱立伦全力未留 但是 第一个找我谈的党内人士是 韩国瑜 韩国瑜除夕夜时告诉他 要为他 为国民党着想 拜托他再当几个院 韩国瑜如果对你选举 没有想望的话 你去介入台北市党部的人事干嘛 你去未留黄吕锦鲁干嘛 你未留完黄吕锦鲁干嘛 还帮你爆料 你的夜宽石 为什么还帮你炒了热度 为什么台南的韩友会 还办活动 所以于将军 韩国瑜要复活了吗 我不认为韩国瑜有动心起念 因为韩国瑜是一个 你不要看他喜欢 跟他交交朋友 唱唱歌喝喝酒 他的脑筋是不差的 那干嘛打给黄吕锦鲁呢 他表示他心细党物 不得不打 不得不打 我先讲夜宽石 夜宽石 从韩国瑜慢慢淡出政坛之后 你还有听过夜宽石的名字吗 没有啊 没有嘛 除非韩国瑜重新出山 否则夜宽石 可能若干年后 就跟最近要参选总统的 王建轩一样 大家曾经听过他的名字 都没有办法 把他连接在一起 所以说他就是 这个时候看到侯友宜摔倒了 看到朱立伦气势不好了 看到郭台年 好像要拿国民党的票 拿不到了 起心动念 这时候我就抛出个念头来 大家别忘了 一只穿云剑千军万马来相见 他还这样 请问你是哪只剑 对 我跟你讲 第二句是指谁 韩国瑜呢 一只穿云剑千军万马都不见 这是侯友宜 侯友宜嘛 对不对 你一出现之后你看 冷冷的 谁会理你啊 对 你出现之后 你会看到那个旗海飞扬吗 你会看到那种所谓的那种 韩式的旋风吗 不会 所以很明白他就是在讲侯友宜不行啊 希望韩国瑜出来 所以叶匡师纯粹的就是告诉大家 我这个最强的韩粉还在挺韩哦 对 就这么简单 那我讲到台南的这个挺韩大会 就找时间吃饭嘛 就找理由吃饭嘛 不是你吃饭要有人买单啊 对对 来得要 你买单有经费啊 来得揪 我跟你讲 这种吃饭都是来的人就会捐款 对嘛 所以那个人是愿意付钱的啊 没有不是他 是一群人都要付 都要付就是哎 你要不要赞助 我们拱韩国瑜要不要赞助 好来捐捐 你否则没有韩国瑜这个号召 你看他可以揪多少人出来吃饭 都OK 大概五桌大概三桌 你说不定人不到还要自己付钱 对 所以这为什么在台南会有这种会 台南他找了三军五校 是 他找了这些陆军官校的专修班 专修班是谁 韩国瑜他们的同学嘛 陆军专修班 学长学弟嘛 专修班长期被陆军官校正齐班 看不起 我说实话 就是你们抢不起专修班 我没有看不起 你们黄埔抢不起专修班 我没有看不起 现在他们一起在骂我 也可以凝聚他们的向心力 如果说 也不是看不起 因为不同系统 对不是 因为他们服役时间短 对 专修班服役四年就退休了 对 我们至少要服役二十年以上 对 所以说专修班离开军中的时间早 跟军队的那种所谓的瓜葛牵绊 就比较少 所以说大家在军中谈连结 比较不会想到他们 因为他们可能上位就退了嘛 那像韩国瑜不就上位就退了 对 可突然间有一个专修班出来 可以绞逐中华民国总统 可以带领所有黄埔的那些 瞧不起我的军官 变三军统帅 对 我们专修班要挺到底 没错 你当总司令 你也可以选总统吗 散边站啊 那陈刃香就 好 我也散边站 对 那个吴世怀当个不分区而已 你可以选总统吗 散边站了 专修班你们看不起我 看到没有 我们有韩国瑜 你们正旗班有谁 就是这样 是 所以大起来了 壮起来了 然后三军五孝全部靠过来了 为什么 韩国瑜的招牌一拿出来 就一票人来吃饭嘛 可是最近听说 来吃饭就有经费嘛 听说有韩国瑜 现在变 以前是烫手山芋 现在是人人都想要接触 郭台铭跟侯仪都接触韩国瑜 这叫什么你知道 这叫做 难分胜负的时候 需要一个 没有想选总统的人 他却有分量来加持 怎么说 对 你说韩国瑜在国民党里面 有没有分量 有分量 有分量 他至少 上次也拿了500多万票 那现在七打八折以后 至少200万票 有没有 一定有 所以说 不管是郭台铭 不管是侯友仪 不管是朱立伦 谁敢忽略他 对 对不对 都要接触韩国瑜 你只要得到一句话 韩国瑜挺我 而且韩国愿意出来挺你 我告诉你 你在国民党里面的分量 就不一样了 真的就不一样了 如果今天 韩国瑜出现在 侯友仪的场合 举了侯友仪的手 希望侯市长 帮国民党 抢下这一席 总统宝座政党轮替 那就变成压垮郭台铭 最后一根道上 我跟你讲 只要侯友仪 有这个本事 把这个韩国瑜找出来 朱立伦没了 郭台铭没了 那相反的 如果他举的是郭台铭的手呢 那侯友仪就没了 侯友仪就没了 对不对 哥哥 四年前我出来选 四年后 我挺哥哥出来选 对 我告诉你 侯友仪就没了 是 所以说 韩国瑜是不是穿云剑 是穿云剑 射到谁的牵上 牵军马就来相见 是 对不对 射到别人的地方 你那边就变成乌鱼密布 没有剑 对 所以韩国瑜这么重要 对国民党深蓝很重要 是 你看他现在几乎都没有出来了耶 对 那可是人家还为了他吃饭 为了他聚餐 为了他联署 在联署什么 人家没有说他要啊 对 在联署什么 所以你说 会不会有郭的人 去接触韩国瑜 有可能哦 会不会有猴的人 去接触韩国瑜 有可能哦 猴都可以找 29个里长联赢会 出来请他了 对 如果把韩友会找出来 对 如果今天是韩友会 到党中央去 韩粉 韩友会比里长 那个激情多了 是 那个到党中央去 韩国瑜我们支持 支持郭 或是支持猴 哇 那是决定性的 压垮骆驼的 最后跟稻草 对 所以谁不想碰他 那但是韩国瑜的 做法就是 没有啊 谁在找我都谈啊 谁在找我都好啊 大家聊聊天 唱唱歌喝喝酒 不是很好吗 是 他就是他乐在其中 对 所以很多人说 韩国瑜是不是 是不是动念 我认为没有 一点都没有 但是呢 郭也好 猴也好 会尽猪班手段 尽一切的手段 想办法让韩国瑜 在必要艰困的时候 跳出来挺他 是 光录录影带不行啊 光录影片不行啊 一定要本人到 对 你想想看 当时王鸿威 要选议员的时候 他的募款餐会 是谁到 韩国瑜 韩国瑜到啊 对 所以他马上就爆棚啊 对 就爆棚啊 而且韩国瑜到 一定要第一场 不管是锅 还是猴 还是猪 韩国瑜一定要第一场 去你那里 是 第二场第三场 不吸气了 那就没了 就是第一场 所以你说这个时候 郭猴会不会找 韩国瑜的人来做接触 会不会希望说 如果可以的话 听我一下 我们愿意帮国家做事 我们愿意帮国民党 抢回政党轮替的 这张票 那要不要 现在韩国瑜很简单 我都接触啊 我都接触啊 但是你就问他说 没有都好朋友嘛 大家都会来 我都接触啊